近年這些新聞聽不少 每隔幾個月就有一次 是啊,又是領展Crossover建華 繼早前沙角村之後 今次輪到寶林街市 街市宣布將會在六月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翻新 商戶被迫在五月底完約之後遷出 想做也不是,不想做也不是 陳小姐在街市做豆品店十幾年 她有意在翻新之後續約 不過建華到今時今日 還未找舊商戶商討續租這件事 她就是玩,又不知道能不能做 這間公司又不知為何不跟別人聊 沒有,沒有去玩 她現在不知道來不跟我們聊 不僅如此,還有租戶說要續租的話 要付入場費 這間熟食檔說她也想續租 但如果入場費太貴的話 就不會了 都會的,看看租的價錢 這間公司要付入場費 你知不知道入場費有多少 一般都七、八萬左右 幫你拉上水電 還有磁磚那些 這些沒辦法 你想做就要付 有些商戶就打算另外找地方 有些商戶,你做不做? 你也不做 進來又要裝修 又要租也有些 那些很難做 很餓做的 不如做街店 街市多多限制 有凍玉店 打算轉戰工廠區 新的街市和舊式的街市 差距太小了 工作廠區 街市真的玩不過 因為集團形式太厲害了 跟沙角村街市一樣 寶林街市原本是領展管理 後來領展外判管理權被建華 結果舖租就是這樣 一班街坊都很捨不得 二十多年 那時老婆和老闆非常好 又很捨不得 第一要裝修 希望租金不要那麼貴 等他們再可以回來營業 我們便買得開心 因為我們住的屋邨 收入不是很高 所以不可以加到很離譜 這裡好吃一點 隔桌路也不好吃 要貴 這裡好吃 寶林街市最有名的是 開到半夜的熟食檔 是街坊的深夜食堂 其中這間小食店 已經宣布完約之後正式結業 至於其他店舖 不知道將來還會不會看到呢 拿手來出戲是沒問題的 不接受我是一個沒有食訊的人 我們告訴你OK就可以了 我想你搞錯 我想你真是 你不要混亂 你不知道 蘋果棟新聞 堅持追蹤真相 一起守護公義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